大家好,我是Creezy 那剛剛跟小胖聊天呢 他說Creezy聽起來是不是有點crazy啊 其實 看我的工作真的是有一點crazy 因為呢 幫我按下一個不好意思 其實 大家看我的工作就知道了 就是首先呢在 全台灣最大的本土企業公司 然後跳到一個 全世界前五百強的一個超級的大公司 叫Nelson 就是市場顧問公司 那接下來呢就跑到一個 一家只有二十個人的 新創公司叫蔣經介人 那現在呢是自己在做這些東西 我們公司現在不到五個人 所以 大家剛剛有聽到舒適圈 那其實我自己是一個非常 不喜歡待在舒適圈的人 但是其實這些職業都有些共通點 所以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啊 現在這些職業其實他都跟 行銷有關 那剛剛好像聽到很多人都對行銷有興趣 不知道有沒有人可以回答我 大家覺得行銷是什麼 賣東西還有 交換 還有呢 主持人程度不一樣 主持人想要跟別人交換體重 欸不好意思 蠻想的 還有大家有對行銷 不好意思 對 其實這些東西都是行銷很重要的一環 因為其實行銷他是我們品牌 跟產品的熟門人 因為你碰到產品 或者是碰到品牌呢 其實 你所有接觸到這些東西 除非你先體驗他 否則呢 你都是碰到一些不同的牌樓 那我們叫做360度 也就是說你要在你的產品呢 不同接觸到TA的角度呢 都對他們做合適而且有差的溝通 這個東西就叫行銷 那其實我在阿壽皮鞋做的就是這個東西 因為其實我畢業的時候 因為認性 我只投了阿壽皮鞋跟PMG這兩個 因為只有這兩個公司 有儲備幹部的職業 我那時候就想說很開心 因為欸 我好像產消人發財 全部都可以一輪跑一輪 因為我是氣關係的 所以那個時候就很開心 就跑到阿壽去 然後那個時候還蠻特別 就是到第二年的時候 我已經負責這個品牌 一年一半的檔期 所以包含母親節阿父親節等等的 全部都可以操作一遍 然後 呃 大家可以知道這邊有一些 比如說像雜誌阿 或者是電視CF 或者是一些報紙什麽的 都可以操作過 那同時我的朋友在PMG 他好像只碰到變頭形象的部分 所以其實這個是 我自己滿意氣味的地方 然後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CF其實 呃 比如說像行銷 我們接觸到這個產品 其實我們會有所謂的frequency 就是當你在看遊戲產業的時候 其實 呃 比如說我們會看電視廣告 那他常常會有 連續三次都是同樣的廣告 這個時候你會覺得這個產品是 呃 不好意思 這個產品 你會覺得這個產品是有價值的嗎 還是你覺得很煩 所以這個就是行銷其實他 呃 就跟所有的 所有的TA的信息狀態其實很有關係 那可是在阿壽皮鞋的時候 我那時候就覺得 其實只能看到一個品牌的東西 那對我來說 似乎好像不太夠 所以呢 那個時候我就跑到 呃 紐森 那大家對紐森的印象 其實他就是一個媒體的研究公司 研究公司 但其實他最大的業務是 他掌握了全台灣所有的post data 也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大數據 那譬如說像你去佳樂股買東西 或是sever event 那這些資料都被輸入在他們的資料庫裡面 那所以呢 你就可以透過這些fans資料呢 很清楚去看到說 這個品牌 他在市場上面的小漲的變化 所以 在紐森呢 我學到的東西 其實就是你看整個市場 呃 非常特殊 因為其實像 我那時候印象很深刻 就是大家知道 欸 廚房的紙巾 你大家有印象有台灣的品牌嗎 吳月花 吳月花對不對 那還有其他的呢 疏解 疏解 對對對 那還有其他的是 疏解 對 然後 那大家知道 他在市場上面的比例是多少嗎 我那時候 我發現一個最奇怪的現象就是 呃 我們常常台灣人自己在買的消費品 呃 有70%以上都是 別的 國家的品牌 例如說 像 蘇姐啊 呃 或者是我們所說到的 P&G 然後或者是其他的品牌 全部都很少是台灣的品牌 那我那時候就覺得很好奇 我那時候就想說 欸台灣的品牌到底到哪裡去了 所以 我那時候就覺得 呃 好像應該去了解新創公司 到底是 為什麼 然後是怎麼發展這些品牌 然後這些品牌 是不是可以 變成一個 泡國企業 所以我那時候就跑到獎盡店去 然後他那個時候是很有趣的 因為獎盡店那個時候 剛好在發展一個新的東西 就是 他們本來是台灣最大的比賽平台 但是他們後來想要發展一個新服務 是 他們想要把說的 創業人才跟企業聯合 幫助企業發展他們的新產品 我那時候就覺得 非常非常有趣 所以那時候就去幫他們弄一些 尋找的東西 然後 其實在這些過程裡面啊 呃 不同的 其實你會發現 跳出你自己的輸出權 其實不是那麼難的事 因為很多人都會說 欸 你本來在外商工作 就是錢多四少離家近 你到底為什麼 要換到一個新創公司 其實這個東西會有不同的發現 然後會有自己的不同的突破點 因為當你跨出那個舒適圈的時候 其實你是建立一個自我重建的過程 因為你到那個新環境一開始 你一定什麼都不會的 所以 當你在什麼都不會 就是認知禮記 認知到禮記什麼都不會的時候 你就會像嬰兒一樣 開始聰明 開始學習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心態調整 很重要的一點 那 接下來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覺得這些東西 它最大的差別在哪裡 不好意思 喔 這個是我現在做的服務 它大概八月上寫的 然後欸 其實這個是跟我們的一個 國幫的討論 然後我們稍後就想說 女生 他其實在買東西的時候啊 你都 痾 或是他很多時間在購物上面 然後可是像我們台灣 其實 痾 你如果要去買這些 比如說你在網站上面 沒有辦法買錢奶 比如說你在網站上面 沒有辦法同時買到水果跟 呃 保鮮膜這種東西 因為這種東西 在台灣其實是比較落後 那 我們 比較習慣就是到不同賣場買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想說 欸 如果可以幫助女生 一個禮拜省下三個小時的時間 一個月你就省下了 一天 那 一年就 可以把這個時間拿去 花一個長假去度假或什麼的 所以其實這個網站就是在上面 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他是 一個月用品的網站 而且可以節省你 挑東西的時間 然後會有人幫你買送那裡一件 可是 欸 今天不是工商服務桌 大家可以上來買啊 其實今天是 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在外商跟新創公司 有哪一些不同 那 其實我覺得 我為什麼會去新創公司 我相信會有一些人 有一些疑問 或者是說 你不知道該怎麼選擇 其實最重要的一個 你必須要先認知到 你能不能接受的 其實是 現金流的這個問題 其實這個很現實 因為你在那個雜誌上面 不會有人跟你講 可是 像大公司啊 其實我們都知道 你如果去上班的話 你是進入一個既有的機制 然後你平常最擔心的可能就是 欸 你的薪水會不會入障 或者說下班要去哪裡玩 等等的 就是你對公司的 現金流 比較不會這麼想要清楚的去點都解 可是其實你到新創公司之後 就會發現啊 其實最重要的一點是 呃 我的現金流到底要從哪裡來 那我的人事成本該怎麼負擔 或者說我現在賺到的收入 會不會 呃 不夠 或者是不夠於支付公司接下來的cost 所以 其實這個是很重要的一點 然後接下來呢 就是還有公司文化的問題 因為 呃 在大公司他都會run很久 比如說像 呃 在紐爾森他就是60年的公司 所以他 有基本的企業文化是 他要誠實的 呈現那些數據的分析資料 可是到新創呢 可能 是隨時都在變 為什麼 因為其實 呃 你必須要隨時隨地處理備戰狀態 因為你其實 現金流不夠 所以你必須要去想各種的方式去打怪 譬如說在長年獵人 呃 開展UniPlus的時候 我們可能今天才想說 欸 我們就是 呃 去找一些小品牌 然後先跟他們談合作 讓那些創業人才可以去幫他 開發新產品看看 然後隔天呢 我們就換了一個方向 我們就說 欸 我們先去跟傻一點合作 因為有簽到線 所以我們可以就是 讓那些創業人才幫 這些企業開發衛生紙包裝什麼的 然後我們可以就讓創業人才 一名精準這樣 所以就是在動詞文化方面呢 其實 但是創業是比較不明確的 而且他很容易會跟著創辦人的角色去轉換 所以 呃 能不能接受這一點也是 要注意的 好 然後再來 欸 少了一點 好 好 然後其實還有一點就是 我覺得 我覺得很重要 最重要的是你自己的 呃 心態的問題 因為剛剛 就像剛剛所說的 就是靠住舒適圈 不是每個人都做得到 而是 呃 你自己有沒有準備好 那 有沒有準備好這件事情呢 其實 呃 有一句話可以分享給大家 就是 這個是由法國哲學家 他的 迷言 他說如果你在代案上的話呢 你 你就一直看著大海 然後你就會覺得說 欸 這個可以嗎 我他就會延止 或者什麼的 可是其實 要創業或是加入青銅工 或是加入舒適院 其實我們都會想說 啊 你就跳進去先做再說 因為其實 呃 就我跳了三次的結果 其實真的不會死 而是你會發現 呃 另外一個不同的天地 然後你會 假設你的心態是從零到 欸 因為我一開始也不會做網站 可是那個網站就是 大概一個禮拜就生出來 然後這樣已經上線 完全經流都ok 所以其實那個東西不是那麼難 而是看你有沒有想要去做 或者是想要去嘗試 當你做了之後 你就會發現 這個世界其實還有很多的人 願意幫助你 那 欸 下一頁就是 對了就是 焦點的 核心 value 就是那個時候 其實我這個印象 真的他跟我跟我說過一句話 就是 欸 你不用害怕 因為你的肌肉 只是 follow your heart 只是當你 欸你們有聽過 有個理論叫心流嗎 沒有 心流就是 當你認真在做一件事情的時候啊 呃 你的旁邊的時間的流逝 會是 你完全感受不到 就是大家有沒有一個經驗是 當你在做一件你很喜歡的事情的時候 呃 其實已經過了十個小時 可是 你完全感受不到 然後起來發現 欸 你一旁邊的人都睡了 到底是怎麼回事 這個就是 我們所說flow 然後 呃 就大家來參加教學其實是 跨出第一步 欸 我不是說這個人沒有實際觀念喔 而是說 是真的在心理學有這種的狀況 所以其實 呃 我覺得啊 就是你要找到你的flow 還有你的天賦的所在是 非常重要的 所以 來焦點是第一步 因為你可以看到不同領域的人 那 第二步呢 其實 呃 就是我現在還有可以做一個 side project 就是 因為 呃我自己是女生嘛 然後女生通常在二十 在三十到三十五的就業率 會從 呃 七十幾降到 不到五十趴 我不知道去是生小孩還是去結婚什麼的 I don't know 就是 可是我們覺得就是跟朋友八天之後 我們覺得這個問題是 還蠻值得去share it的 所以其實我們現在有在做一些collection 就是我們想要做不同職業的一些人物策劫 然後就是二十五到三十五歲 那 當我們累積了很多不同職業的人物策劫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 讓比如說大學生 或是高校的提到去解除不同的職業 那 這些職業也許是興趣也好 或是創業間會也好 他們就可以 提到去發現他們的天賦 然後 去嘗試這些東西 所以 如果對這個有興趣 大家會也可以來跟我聊聊 謝謝 謝謝